接下来带您来了解局部麻醉下无止血带的清醒手术 针对骨科常见的手腕与脚踝骨折的手术 目前的标准是需要全身麻醉或是半身麻醉的 这类的病人大多也是高龄患者 所以经常会合并内科疾病导致手术风险提高 这个手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药物 然后我们去调控它的浓度 那另外搭配特殊的注射技巧 将之前认为必须要全身麻醉或是半身麻醉 这一类风险比较高的麻醉才能开刀的手术 我们就可以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去做开刀 那我这边举例是像我们的手腕骨折 手腕骨折这个部分是老人家骨质疏松非常非常常见的 几乎每天都有老人家因为这个问题受伤 那过去每个老人家就是插管 然后在手臂绑上一个方子出血的止血带 那现在这一类非常常见的骨折 我们用局部麻醉 那病人免去了一个全身麻醉插管的风险 再来也不需要用止血带 我们透过药物帮它止血 那恢复就很快 它不用承受了第二个伤害 高雄荣种研发团队为了将高龄手术患者的风险降低 首创局部麻醉下 无止血带完全清醒手术 对于多重内科疾病高龄的患者 与心肺功能较差的病人 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降低风险与麻醉后的不适感 史方新闻 郭亦文 许建益 高雄采访报导